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最近九成在跟着一队打训练赛 不过训练赛成绩不太好看 以0比4输给了长沙涛博 九成在这几场训练赛当中 使用的英雄分别是张良、异星、江子牙和嬴政 也对应了不同的类型 能看到九成的数据并不好看 几乎都没有人头 比赛的结果都输了 并且结束的都挺快 感觉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和他对位的目色在hero的时候还是他的替补 可能还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当然这只是一场训练赛 并且不代表正式比赛也会这样 也不代表九成比赛当中能上场 张角让九成和笑影轮换训练也能理解 虽然笑影的状态不错 但九成肯定也希望能获得上场机会 张角让他尝试一下也能理解 目的就是为了能让选手感觉到竞争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AG就目前的成绩来说 粉丝肯定是希望暂时不要乱换人的 等到进入S5或者状态开始下滑 再考虑换人会比较合适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九成的训练赛成绩呢